为了解决用电的问题 台电重启中火2号机组 预估增加55万千瓦来发电 不过却引起了中央跟地方的口水战 有专家认为 台湾今年以来的供电被转容量率 每天维持在10%以上 显示供电是相当充裕的 台电在此时急着点火中火2号机 显然不是为了维持被转容量率 而是希望机组可以立即支援供电 也因此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这个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 天气炎热一回到家就是打开冷气 再吹个电风扇 全台用电量大飙升 逼得台电决定让台中火力电厂2号机点火 却衍生出一连串争议 拜托台电跟中火 饶过中部人 2号机其实已经都完成了空品的改善 经济部是支持台电 台电重启中火是缺电问题 但政府力推的绿能发电 其中的风铃发电在近期资料中显示 却只占了约1% 而且过去总统也这么说 台湾不缺电不只是一句话 而是一个不必争辩的事实 但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的看法 在所有火力发电机组及核2核3四部机组的全力投入之下 维持了全台表面的供电充裕 然而看看台电近期重启机组的动作频频 很难不令人怀疑供电状况实测已经相当严峻 加上核2的1号机最快在明年3月就要停止运转 预期损失2.8%的倍转容量率 如果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可以回补 到时代表供电充裕的绿灯将立即变色 呼吁台电不应该闪躲问题 近年来台中市工商建设快速发展 用电需求也逐步的攀升 中火的2号机是需要运转的 全台各地高温炎热 台湾的供电情况恐怕处在警戒状态 记者中文报道